第九章在談輸入跟輸出 格式化的輸入跟輸出 這裡面也大概我們都 看過蠻多的 就像是ScanF、PrintF 這個我們都看過對不對 而且你們都寫過了 我們這邊談到的是標準輸入 Standard Input 跟Standard Output 就是從鍵盤、從螢幕 這裡面剛剛已經談過什麼叫資料流 這個資料流概念你要先知道 它到底是從 鍵盤就是標準輸入 如果是從檔案 那就是檔案的輸入輸出 那這些東西都代表所謂的串流的概念 這個串流的概念在 我們 就11章會談 而且 期末考應該也會出一題 類似叫你們直接從檔案讀資料進來 去做一些運算的東西 PrintF 這個需要講嗎 我覺得這個 講這個對你們 說好像瞧不起你們 可不可以瞧不起你們 不會啊 你也讓我瞧不起 你也要我講 這個我不是叫你們回去自己看嗎 有沒有看 沒有看啊 沒有看還敢講 回去有沒有看啊 第9章第8章 有啊 有這個其實 這個就 就都 不用講啦 這就都你們應該 已經用過N次了嘛 對不對 有沒有用過 有沒有 有 好 我們就不要講了 對啊 這個 PrintF剛剛不是就講了嗎 而且你們之前也用了很多了嘛 所以包括什麼 你要425路啦 要對齊啦 向右對齊 向左對齊啦 你的精度要差幾個啊 什麼 這些無會不會 這個 有沒有用過啊 有 半代點頭啦 對 半代點頭這代比較有啦 所以這個 沒什麼好講的啦 說實在 那我們就 可以早點結束嘛 是嗎 因為你們這個都會了嘛 還是我們很快的把 跳過去一遍啊 這個 轉換詞就percent嘛 對不對 好 轉換詞有什麼 DIOUSHLL 對不對 有沒有不知道 percentD是什麼 那percentD是整數啦 然後其實percentI也是整數啦 這個percentI我們以前沒用過對不對 那percentI其實也可以當成實境位的整數 但是 printF的percentI跟scanF的percentI有點不一樣 所以這邊它特別的提醒 scanF的percentI跟percentD是不一樣的 但是 至少在printF來說 它的percentI就是跟percentD是一樣的 那O跟U O是代表 五號的八境位嘛 那U是代表 onsign 五號的 onsign的實境位啦 X是什麼 5號的16境位啦 那H是代表short 就是短的 hi或hd 就代表它是短的整數 LD就代表 長的整數嘛 LL呢 就是long long的 dig 那個 那個實境位的整數 就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 就都是 搭配是修式詞而已 所以這邊 這個例子就是把它印出來 有d、i、dd、d、d、hd、ld什麼 不會不會 這個就是 你們自己看一下這個很簡單 就把它印出來的東西而已啦 就這邊很快 那浮點運算也是一樣啊 浮點運算它的轉換指定詞呢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以前可能沒講過這個小1跟大1對不對 還是你們有用過 沒有用過 那以前我們的浮點運算都用什麼 都用f 對不對 是不是都用f percentf嘛 有用過吧 一定會用過嘛 對不對 percentf就最簡單啦 那percentf當然小f大f都一樣的意思 那接下來這邊多兩個 就是一個 一個percent1 或是percentg啊 那percent1是什麼 percent1就是代表用一個指數 那指數是什麼 就是10的幾次方的概念去做它而已啦 懂不懂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123.5 那你可以把它變成1.235 乘以10的 幾次方 10的兩次方 隨便啦 就類似這樣的概念 它就變成用指數的方式去呈現它啦 那當然 指數一般來說我們把它 另外一個名稱叫什麼 你們以前有沒有指數把它叫做科學符號 是不是 所以看起來比較科學一點啦 你如果只是用符點運算 看起來不是那麼科學 其實也沒有啦 為什麼 percential把它叫科學符號運算 因為 通常 你的 那個精度也好 或是說你那個數值如果比較大的話 那你用指數的概念去呈現它 比較 怎麼講 比較 比較 比較整齊啊 或是比較感覺上比較看的 賞心悅目 或者什麼 類似這種概念 所以percent1 就是用 用指數來算這個 然後這個percentg比較特別喔 percentg 它可以依然用f 或者是用1 那到底什麼時候用f 什麼時候用1 然後dependent compiler的高性 就是你的編譯器你要高性 他什麼時候要用percentg 這個percentg什麼時候他會用 用符點運算什麼時候用指數表示 他會看你自己看的那個數字 他自己會有一些判斷的方式 所以 這個percentg 說實在 我也比較不常用啦 大概比較常用但是還是f跟e啦 那這個g是 有一點是比較彈性 彈性的 可以用1或f來決定 那 但是要注意的是什麼 這個轉換詞的 你在做percent1跟percentg的時候呢 如果他是用成這種指數的方式的話 他自己會產生四捨五入 但是你用percentf他是不會的 這個可能可以看一下 那這邊也是一樣幾個例子 來這邊 1234567.89 你如果今天用percent1的話呢 他就會用他內建的方式去處理他 所以他會把他變成是 1.23456 8 所以這個地方他做什麼動作 4.5 他把他這邊 123456有六個精度 小數點下六位 所以他這個 就到這邊嘛 那這個8就一向過來 所以變成是 68 那這邊是用 所以他會呈現 寫成什麼 1 plus 006 006代表 什麼意思 就10的六次方 是不是這樣 所以是1.234568 乘上10的六次方 然後同樣的這邊 這邊加plus也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如果加minus 當然他這邊就會出現minus 那f的話 f的話他就完整的輸出 123456 123456789 00 那如果是percentg呢 他這個時候他選擇 當你輸入這個數字的時候 你用percentg他就會自己轉換成用什麼 用exponential就是用指數的方式去呈現他 所以 這是一些例 字元跟字串呢 字元跟字串會有所謂的c跟s的差別 這個以前 我們常用的是percents對不對 那percentc是什麼 percentc就是字元 所以這個 大家應該也看過了 所以這邊自己 參考一下 什麼叫 什麼時候用percentc 什麼時候用percents 這個你們自己 反正只要是字元 單一個字元才用percentc 你其他都是字串 就用percents 這邊很簡單 那另外還有其他的轉換詞 像這個p在幹嘛的 p有沒有看過 p在幹嘛 p p在幹嘛 指標的 address 對不對 不是指標address 就是指標的內容 指標的內容就存了address 所以 指定轉換詞裡面的p是這個 那指定轉換詞裡面有 一個百分比 這個 這個就比較特別 就是說 同樣 就是說我們那個 那個指定轉換 轉換指定詞不是用兩個雙引號 對不對 那兩個雙引號裡面的所有的轉換詞 全部都要加一個percent 對不對 所以要percentd percentf percentp 但是如果你裡面 在這個 兩個雙引號引起來 裡面要去印出percent 這個特殊的符號 那就再一個percent 就percent的percent 就變成是可以印出percent 就這樣的意思 好 我們來看 p是代表他是指標值 percent是印出百分比 就這樣 這麼簡單 所以這邊 int-stop pointer int-se2345 address 到pointer 所以他印出來percentp是印出來他的address 然後呢 一樣的意思 然後 他的這個 要印出這個percent的結果就是要有一個percent的話 就叫percentpercent 這個寬度跟精度 這主要是要讓你們對齊用的啦 如果你今天要輸出一個比較好看的報表 你就要用percent跟 就要用那個所謂的精度跟他的寬度的概念去呈現它 寬度 這個寬度怎麼用呢 這邊的 這邊的這個說明你們應該都看得懂吧 不難啦 這個反正就是一個 一個大家都習慣 或者說 C的編譯器他就要求你要這樣說 你的寬度如果是大於你的資料 他就會靠右對齊啊 如果不會的話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 這比較特別是 如果你的 樹的位置大於寬度 你今天 你的寬度如果假設宣告就有10個寬度 但是你今天要 你的資料的內容是超過他的話 可能是11個或12個 那這時候他就自動忽略掉這個寬度的設定 他直接自動增加 去把所有的資料能夠涵蓋進來 這個是 他替你們設想的 就是說你如果今天 宣告的不夠寬度不夠 他自己會去加寬度 我們看他的例子好了 這邊 printf4d 1 12 123 12345 12 1234 12345 好那4d就代表什麼 4就代表他的寬度 所以代表他預留4個寬度 那所以如果1 19一個嘛 那4 4是預留4個 所以他會靠 靠左還是靠右對齊 靠右 靠右嘛 對不對 default都是靠右對齊 那你如果要靠左對齊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 就加什麼 加一個負荷 對啊這個都講過了 所以這邊 12345 如果這邊是4d 對不對 那4d你這邊12345當然不夠啊 所以他自己會把它加寬 所以輸出來的結果 1 靠右對齊 1 12 123 1234 然後呢 5呢 12345他就往右邊再多一個 然後負號也是一樣 他也同樣的概念 那除了寬度之外呢 還有精度 那精度是 就是說寬度是寫在percent後面的那個數值 對不對 那你可以如果percent後面再加一個小數點 小數點 那小數點後面再加那個數字 那個小數點後面那個數字就代表他的什麼 代表他的精度 代表這個 轉換指定詞你要設定他的精度 那這邊 精度是怎麼弄呢 我們 我看我們直接看例子比較快 懶得講這些 這個假設 i873 f 123.94536 Click的happy 那我們看出來他印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先第一個 puts 這個反正只是把這個字串輸出來 然後prelux裡面第一個by slash t 代表 代表什麼 就是把網 做一個右移一點 然後這邊percent.4 這個點4就是他的精度 對不對 點4就代表精度 那但是點4 然後後面是d 對不對 那d是什麼 d是整數 那整數怎麼會有小數點 對不對 所以其實不是 這個點 如果是 如果是整數的這個精度的點 這個小數點後面這個是代表什麼意思 這是代表他必須顯示多好個位數 就是說 有點類似寬度的概念 如果是整數的話就類似寬度的概念 那所以這邊的 點4d i 然後這邊接下來又點9d 我們看他為什麼 那i是多少 i剛剛說873 我們來看他結構 是什麼 他這個tab是往 剛剛前面有個tab 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bass-t就是類似你在那個鍵盤按那個tab 有沒有 tab在 在做什麼 tab的縮盤 tab就是讓他往右空一格 固定寬度的位置 對不對 tab就是 如果你在word裡面按一個tab 不是他就往右邊空一個嗎 對不對 控一定的寬度 所以這個是一樣的概念 好 那接下來這個 這個 percent.4d 在幹嘛 他就會預留四個位置出來 那如果不夠的 像873不夠這邊還多一個 他就補0 所以他的在 應用在整數上面的話 這個精度在幹嘛 他就是把 預留幾個位置 然後呢 如果不夠的 他就 多出來的位置 他就把它補成0 補成0 那這邊補更多啦 為什麼 因為剛剛說 這邊是一個 是0.9d 0.9d 所以他要輸出九個位置 但是這邊都沒有 所以他會補0 那另外這個 再看這個f f是一個時數 那這邊是 0.3f 0.31 跟0.3g 0.3f 0.3f 就代表他會 因為今天是時數啦 所以這個精度就有意義啦 這個精度就代表他小數點後面要幾個 所以0.3 他後面 945 對不對 那 所以他就12點 123.945 然後接下來就是 Exponential 那Exponential也一樣 他是這邊 他前面的這個數字會變成是三個位 三個精度 所以1.239 1.239 那他原來是1.239 對啊 那這邊就 這樣 然後後面是 自己加上 這個他們自己會算 Exponential plus 002 代表10的二次方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g 這個g 點3g的話 也是 點3g 這個g是什麼 轉換詞的時候g是代表他的顯示的最大有效資源 所以這個g也不常用 所以這個g這邊點3g 代表他可以放三個 所以放三個他原來是123.945 他只能放三個情況之下 他只會輸出124 那就怪怪的 所以這個代表 原來是有一個精度在後面 但是他只能輸入三個 所以他只能變成124 那另外還有這個 character 那character這邊的 點11s 就類似一樣 這個 如果是這個 S是代表他自串的 個數 自串能夠顯示出來的個數 所以 Happy Birthday 裡面 Happy Birthday有幾個字元 對 16 那你現在如果點11的話 他就只會輸出11個字元 就有點類似寬度的概念 所以他就變成只有Happy Birthday Stay就不見了 類似這樣 所以 精度 當你今天如果是用這個S的話 這個點11s跟你用11s 其實做出來的結果 應該是一樣的 OK 好 這邊其實就在說明他 我們就不看 那旗標的部分我們 下節課再上 休息一下 Print F我們也會加一些所謂的旗標 什麼叫旗標呢 其實就是加一個什麼 負號正號 Space 那個 錦號0 欸 少年呢 那麼興奮啊 早點下課就那麼興奮 那這個旗標我可以在percent 跟那個 什麼 D啊 F啦 P那邊中間可以去加這個東西 那上次我們看過 其實最重要就是那個負號 加負號的話就可以讓他原來靠右對齊 現在變靠左 那 加證號呢 加證號不是讓他有證號 加證號是讓他在 所謂的這個 證號 就是在那個number之前 這個number如果是 positive number 正的number 他就會加一個證號 如果是negative number 他會加一個負號 所以這個plus 代表的是這個意思 那 Space會是在正 正號的前面 就是正的number 前面加一個空格 然後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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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呢 是要搭配這個什麼 8進位 16進位的部分 這個比較少用 那0的話呢 就是前面再加一個補0的這個位置 那這邊一樣有一些例子 你們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什麼 這邊有一個負的 percent 負10s 然後呢 percent 負10f 這些東西 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另外 如果是加plus的話呢 他原來 就是有負有正 就會都顯示出來 那原來正號 他是沒有正號 然後Space 他就會把 547他原來應該有個正號 他現在不用正號 他就把他空一個 類似這樣的方式 然後這個是 16進位 8進位 這個我們比較不常用 那0的部分 就是把前面補0 所以什麼 正0 percent 正0 9d 跟percent 0 9d的差別 正的話 有多一個正 然後呢 如果沒有正的話 他前面補0 有9個位置 這個都 很單純的 好那另外我們再看有所謂的跳脫 資源長數跳脫 這個什麼叫 跳脫呢 跳脫基本上就是 像這個 我們如果要再輸出單引號 或是雙引號 前面要加backslash 問號也是一樣 那如果要輸出反斜線一樣 就兩個backslash 那接下來這邊有包括 backslash backslash b f n n我們比較常看嘛 就是newline 剛才有看到一個叫T 要水平跳格 就是把它做一個tab 所以這些都是在你的printf裡面 或者是這個 特別是printf裡面會用得到的 好那剛看到的那些都輸出啦 那輸入的部分呢 scanf裡面的控制資源 也都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那一樣他也是一個所謂的控制資源 控制字串 再加上這些引述 這個都很簡單 好那 指定轉換詞的部分呢 剛才有提到一個i d就是整數對不對 但是i在printf也是整數 但是在scanf的i呢 就會變成 看會是8進位 或者16進位的引數 所以這個i 在scanf的i 不代表只是整數 不是10進位 他可能 有10進位 有8進位 或16進位 都可以 那o的話是8進位 u的話是一個onsign onsign的這個10進位 那x是代表16進位 h ll 這個代表都是他的長度的修正而已 那 ef efg 這些都是伏點運算 l也是一樣 讓他變長 小c 小s 一個字元一個字串 那另外所謂的掃描集 我們待會再看 掃描集 那另外p跟n還有percent 這個是一樣 p是代表什麼 percent p的概念 那a是讀n個字元 然後percent是一樣 是跳過輸出這個percent的符號 好我們直接看 看這些例子 理論上這個你們自己回去看就好了 但只是說這個 你們自己把程式打一打 然後看看他跑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大概就知道 所以這邊會讀 scanf裡面去讀不同的類型的資料 讀進來 然後把它輸出 那 這邊是一樣 就長度把它加長而已啦 然後長度加長其實輸出的結果 讓它 更快一點 好然後 percent c跟percent s percent c跟percent s percent c當然是讀一個字元 那percent 8s呢 就是會讀8個 接下來會讀8個字元 從percent c後面去讀8個字元 所以 所以這邊讀進來的結果 你如果輸入sunday 它第一個會存到x 那x你看 它這邊要加mpercent 因為它是單一個 變數 所以它這邊mpercent x 那y是一個 字串 字串的這個陣列 所以它這邊直接寫y就好了 那這邊出出來的結果 x x應該是一個單一個 character 所以它這邊要對於percent c 對於percent c percent c在這裡 然後y呢 就對於percent s 這個都很簡單 什麼叫掃描集 這個比較特別 掃描集就是我們用中刮虎 括號起來 但是它在這個轉換池 裡面呢 它可以去控制它 去掃描這裡面 刮虎裡面的字元 那如果是屬於這個字元的部分 我會把它 就是 就會 會存 會存入它 然後如果 掃到不屬於它的 它就會結束 我們來看例子 比較快 這個程式很簡單對不對 就輸入字元 然後呢 我這個scanf裡面呢 用一個percent 8 然後中刮虎 AEIOU AEIOU是什麼 母音對不對 然後呢 z 這什麼好歐的 這不是常識嗎 為什麼好歐 所以你們都沒有常識嗎 好歐 那z是我們讀進來的資料嘛 讀進來的資料 那 那接下來把它print了出來 所以你會看 你看它這個例子 我 輸入什麼資料 OOEEOOAH 然後我的這個掃描字元 是8個 讀8個資料進來 2468 讀到這邊8個資料進來 然後接下來它會怎麼樣 它這邊會有 對應這個AEIOU 那只要是有AEIOU 這個讀進來的東西 只要是A 屬於AEIOU這五個字母的話呢 它就會把它讀進去 那 一次讀到哪裡 讀到 讀到這裡面的 某一個字元 是不屬於這個掃描字元裡面的 像H H就不是屬於AEIOU 所以到它這邊它就停下來了 所以它最後只會讀到 OOEEOO 然後還有A 那H之後就沒有了 那這樣的話它是它 這個代表掃描字元裡面 它去掃描出這個 特定的字元 去把它讀進來 一直讀到 第一個碰到如果不是 就把它中斷 就不讀進來了 類似這樣 那這個是掃描字元 那另外一種叫反掃描 那反掃描剛剛是說 要屬於那個才會讀進來 那反掃描就是什麼 不屬於它的 才讀進來 所以它的寫法就是 加一個這個叫COVID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 然後我們把它叫CAP這個符號 所以我們這次用 CAP 然後呢 或是COVID AEIOU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 找子音了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 這個 Enter Street 然後這邊是 %8 然後前面再加一個 掃描字元前面加一個 這個 這個符號 然後就是AEIOU 那這樣子我們輸入 STR ING 那STR ING 裡面哪一個不是 母音的 就把它讀進來 所以STR是 但是I呢 I就是母音的 他只讀到I就停 然後就STR 就把它讀進來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掃描字元它的一個特性 寬度 寬度我們也可以在 ScanF裡面去使用它 這個寬度 我們直接看例子 一樣 ScanF一個%2 %2D跟%D 那兩個 X跟Y都是整數 那我們看看 我們這時候你 先輸入六個 六個整數 假設我們輸入 123456 那這六個整數裡面呢 他會讀 讀什麼東西進來 他 如果 如果 如果你這邊 沒有這個 2D的話 好 如果這個2D沒有的話會怎麼樣 如果沒有2D他就直接讀123456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層次就在那邊等你輸入 你們有沒有碰過這種情形 好像你們有時候在ScanF等半天 怎麼層次都不動 因為他在等你輸入 因為你這邊要讓他輸入兩個嘛 對不對 但是他這邊如果你特別把它加2D的話 他就只會把第一個 會把前面的兩個 先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 剩下的他當成是第3 第二個 就是後面 兩個讀進來 1 2就存在%D 然後後面的那個3456 他就把它放在這個 另外 第二個那個變數 所以 所以 X就變成是12 然後Y呢 就變成是3456 所以 ScanF裡面如果有加寬度 他就會去 根據他的寬度 去讀資料 去做一個結束 然後再接下來變 第二個 第二個變數 所以差別就差在這邊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做 %c裡面一個%的starc 是把它讀資料之後把它丟棄 那為什麼要丟棄呢 我們來看例子 就是說 特別是在這種例子 我們如果在輸入這種 年月日 年月日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寫 假設你的生日今天是幾號 今天幾號 今天幾號 12 然後 通常會加一橫 然後呢 12月經幾號 20 12-20 然後-2017 對不對 那你通常可能輸入會輸入這樣子嘛 或者是你的 手機號碼 0919-123456 對不對 那中間會有那種dash的情況之下 你要把它 把它skip 要把它丟棄掉 你讀進來但是你要把它 你存的時候不可能連那個dash都讀進來嘛 所以你要去skip 就是去 跳脫這個東西 丟掉 你就可以利用percent percent 然後星號C 這個概念 好啦我們來看他怎麼弄 這邊是他的Month Day Year 那接下來 我們來輸入一個 一個資料的形式 是用Month 然後Dash Day 然後Dash 4個 就是Year 好那接下來我 我用 Month1 N% N% Day1 N% Year1 然後這時候我去對 percentd 那percentd讀完之後呢 後面再加一個percent starc 所以我會把 像我這邊輸入的 假設這邊 例子輸入 11-18 -2012 那這樣的話 這個東西11就對的嘛 對percentd 然後後面的這個 後面的這個什麼 percent 這個 percent的starc 它會把這個自動會把這個dash 把它 讀進來然後把它 把它忽略掉就對了 然後接下來在percentd 那percentd就 18存在這個 Day1 然後呢 再一個percentc percentc就是一個dash 就把它忽略掉 然後接下來再讀Ear 所以它這個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去 去針對這種特殊格式的 這種 輸入的時候 它去 去 去捨棄掉 去 skip skip掉中間的 這些percent 這個特殊的符號 特殊的符號 所以到時候你印出來結果 你就知道Month是11 Day是18 Year就是2012 那同樣的你如果不用dash 你是今天是用bax 用slash 可不可以也是一樣 所以今天 11 slash 18 slash 2012 那你用同樣的方式去讀它一樣 反正就是會把 數字中間的這個什麼 數字中間的這些字元 把它讀進來 然後把它忽略掉 然後它自動會去把它存在 在它對應的什麼 對應的這個變數裡面 所以這個是在 做這種 年月日啊 或者是什麼 有些出貨編號啊 有些出貨編號不是都 中間有很多dash 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這種percent c的概念 percent c 的概念去把它做忽略掉 叫舍棄資源 舍棄資源 講完了 9212 城市安全設計我們通常都不看 雖然 雖然其實現在的城市 安全設計也很重要 尤其 尤其現在資訊安全對不對 資訊安全是不是很重要 你們自己的手機有沒有被人家hack過 沒有 應該 機會還蠻多的 資安現在變成是一個國安的問題 因為 尤其全世界現在都 幾乎沒有網絡 大家就沒辦法生活 但是你的網絡 一旦被人家攻擊 你的整個 社會的一些 infrastructure 就會癱瘓 對不對 為什麼 你搞不好就領不到錢啊 你的網絡 我們為什麼可以領得到錢 銀行為什麼知道你有錢 資料 因為你的資料 你的錢都存在那個 銀行的資料庫裡面啊 然後他是透過什麼 網絡去傳這些資料 你今天網絡如果被hack 那天不是 之前有一個 不是說什麼 俄國人來台灣 偷領錢 他就在ITM裡面去 輸入一些東西 他批哩啪的錢就自己跑出來 那他為什麼可以領錢 他的遠端是在別的地方 他透過網絡去植入一些木馬 然後在他的ATM機器裡面 他叫他吐錢 他就吐錢 所以這些都是 網絡已經影響到我們 所有的日常生活 所以這個 那這些網絡其實 雖然是網絡 你說網絡跟程式有什麼關係 網絡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用程式寫出來的啊 所以你今天 我們之前不是有介紹過 在講概論的時候不是談過 那個 這個 網絡的傳輸 他是有一定的什麼 Protocol 有一定的那個 Protocol要怎麼說 就是反正有一定的 規格啦 那這些規格裡面 你要去傳資料的時候 你就是要想辦法用程式 去把這些規格裡面 所定義的資料 去讀出來 讀出來之後 裡面再去做一些 所謂的 運算嘛 那 在這裡面你就可以去 如果人真的要搞鬼的話 他就可以在這邊 去設計一些程式 去讀這些東西啦 所以 所以為什麼這邊 其實我們課本的每一張 最後都會有一個叫 安全程式設計 因為安全程式設計 有時候就是因為 你的程式沒有 有些 有些所謂的這個叫做 漏洞 這些漏洞你沒有設計好的話 別人就可以透過一些網路來 鑽這個漏洞去 去做所謂的供給 所以 你們的 作業系統不是 每隔多久都會有一個 更新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更新 你為什麼要更新 你為什麼要更新你的 你的作業系統 為什麼 因為他叫我做就做 是這樣嗎 你為什麼更新作業系統 因為公司想賺錢 因為安全啊 因為公司想賺錢 當然賺錢 他更新你有付他錢嗎 作業系統 現在講作業系統 其他可能是玩遊戲的作業系統要更新 玩遊戲的程式要更新才要花錢 你如果作業系統 或者是像我們常用的這個 Adobe 或者是Office Office更新有跟你收錢嗎 有沒有 Office有沒有常更新 還好 至少一年至少兩三次有 通常都是因為他有漏洞 程式寫的哪邊不夠 不夠好 所以被人家找到漏洞之後可以攻擊 所以要去做更新 那所以我們 這邊的每一個章 的後面的這個談到安全程式的部分 其實就是在談這些 程式設計 他本身就會有漏洞 那你要怎麼樣去注意這些漏洞 但是因為我們 當然不是資工背景 所以我們當然不會談 不過你也不要妄自菲薄 你們之前有一個學長 那個學長很厲害 這個學長我都叫他都蘭 因為他都背一個書包叫都蘭 國小 他以前 以前修課的時候也沒有特別印象中 他可能城市應該設計還不錯 那他後來 在大學的期間他也去修一些資管系的課 然後他還畢業 他可能是自修吧 就自己在做一些進修 他現在變成是 國內資安的 也是很厲害的 聽說之前 他那時候也回來找我們 就是說 他本來在一家公司上班 結果 國安局 國安局是什麼 很屌的單位對不對 台灣的還好 反正國安局就是很厲害的單位 就是 負責國家安全嘛 他那時候就為了 因為台灣資安這一塊的人是比較少 所以他後來 國安局把他聘去做臨時雇員 就專門針對那陣子 好像聽說有 對岸的 對岸的網軍一直在攻擊我們 然後他就 台灣很缺 因為國安可能也很缺這方面的人 所以他就必須要借助外界的力量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 他就是我們系上畢業 他自己完全靠自己自修 自己去做這些 學習 然後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能力 所以 寫程式其實 沒有很難 就是看你自己要不要花時間而已 那當然我知道你們很忙啊 對不對 課那麼多 然後又要交際應酬 又要打gain 對不對 所以時間上很忙 很忙 你消耗還是要湊一點時間出來 然後把自己該應付好的事情要把它應付好 好 我們 大概就上到這邊了